其实我很少穿西装 那你为什么穿西装 因为我觉得知识分子 我刚刚买的 而且我穿西装不是很自在的 那你就脱了呗 我感觉一下 最近有什么新的人生感受 人生感受 来不及思考 最近就太忙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还特意就是说拍马 不要挂 我想体会一下精疲力尽 给这掏空的感觉 虚拖一样 有一种快感的很舒服的 就从那个终于结束之后 就几乎没休息过 就是一场接场 而且是除了演出 还有就是你看到的 因为毕竟我们都会想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太商业化了 对太商业化 包括想把即便商业化也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包括写那个广告货之类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就是我的经历 就是给我有新鲜感 是不是新鲜感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对很多任何人都重要 但是对你有最重要是吧 也不能说对我尤其重要 我觉得对你也应该很重要 对我尤其重要 对啊 对新鲜感对我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啊 我觉得人的天性是这样 就是 人他喜欢收到礼物嘛 礼物包好 其实要给你们新鲜感擦礼物 你在拆的过程 期待这个过程 所以你们现在在拆一个大礼物 对 好啊 我帮你们拍 能一起吗 行行 我们走那边吧 好 你特别忙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放松呢 就这段时间 我不用放松 我在工作 台上就放松 对啊 我在台上放松 我在拍那个 比如举个例子 我上次去拍那个博览 他的那个剧情是让我 假装这样看书睡着了 然后被人叫醒 他带来那本书呢 是 巴迪欧的这个 特别真实的生活 对对对 我就看进去 就在整个拍摄过程 我大概看了四分之一左右 我好像从来没怎么看懂过他 我也不是说我完全 马上懂他 懂就懂那个 不是这样 有时候他会提供一个状态给我 对对对 就是很奇怪 这个人既然说这样的话 是 我也搞不懂 但是有意思 对 对 但是他突然间会懂的 就突然有一天 通过别的方式 再回溯回来 但是呢 这个就是新香港 对对 你阅读 你的阅读 是从小就开始了吧 应该是 我 我其实是从那个 大概是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 我爸那个生意失败 亏得一塌糊 对对 然后我们就帮到 从那个小镇 海边的小镇 帮到那个县城里面去住 所以那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家里 那个电视机的门 但其实电视机也不贵的 但是经常有债主来讨 然后就穷得 穷给你看看 就真的没电视机 但那时候没电视机的话 因为唯一的娱乐 只能看书 看了很多部次 但还要看其他了 什么时候感觉到 这么成功 完全超出最初的预料 这课肯定是有的 有 那肯定有 那课什么感觉 你都问了他们吧 他们怎么回答 我在了解 我们告诉你 你肯定问了他们 对 他们都假装很淡然的样子 不理会 内心放烟化了 可以吧 这个满意吧 是 内心放烟化 也不担心烟化散 就是燃烧 就是一个消失的过程 对 快感 它就要 没了 你觉得你们要是没参加那个节目 那肯定做不了 对 轨迹会是什么样子 就还会正常进去 我主要是参加有几种想法了 一开始阿茂也不想参加了 对 第一届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不敢冒了 对 犹豫 犹豫 但后来我决定上的时候 其实我也想改变一下生活 就是 有点厌倦了 因为我阿茂也合作了那么多年 需要点新刺激 需要点刺激 需要点刺激 我不知道 试一下 破坏性其实是很重要的 很必要的 对 再以后我成功见 哈哈 所以我们第一轮就是也没打算这样 拉倒 对 淘汰 也要走 拉倒 也挺好 这个问题我们跟人口我们也有聊过 对 肯定经常讨论 对 也有聊过 那说一句话 说我们的平静嘛 所谓的平静 我们的平静大到一辆卡车都可以开心快乐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这个比喻特别好 他是借这个机会 又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它是一个过渡到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也许另外一个东西 你的热度不像现在这样 但是你也得过到那去 对 就必经的道理 我觉得它维持是不对的 是老实知道维持维持不对 这一点是怎么感觉到 就是会有恐惧吗 我没有恐惧 我恐惧都是在我棒棒棒写的时候 我清理的时候不会恐惧的 真的 我就是这么多年 穷能弄狗似的 因为我有时候对着这个镜头说的 有时候穷能弄狗似的时候 我都没恐惧过 对 我觉得关键的 关键的是生活就是这样 一波一波 最近我在疫情中 我整理就是一堆东西嘛 就我有时候写在本子上的歌词 我发现了有几首 特别有一首是应该是 2013 14年的时候 很完整的一首歌词 当时我把它扔掉 肯定是认为它很不好 但是它写的就硬了我现在的题 而且这首歌如意外 我就12月份就放在新唱片里 真好 就是完全把它抛弃到当时 但是你想想看很完一字不敢 而且我拿去给它冒看 它说很好 我后来在想 因为生活就是 这波那波这波那波 像潮水一样 对对对 它没有一个中央处理器的 抽离和整理这种 抽离整理对 它跳动的过程 而且你尤其是这种人 就是你需要在行动之中 把这个事情更明白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对球理性思考 但是恰恰人它有这个功能 走神 大家忽略掉了 我们老是说 一个人要理性 规则我们代表理性的话 就是一个完美的苹果 但是千千万万不一样的苹果 这个千千万万不一样的苹果 就是我说的走神 我不是说要反掉那个完美的苹果 不是说非要反它破坏它 我的意思就是要承认这个完美 一个同时你要成为千千万万 抽象的 不是 具象的 具象的 东西一直包围着这个东西 这个比喻好 对吧 一个苹果会抽象 对对对对 它复裂掉那个 那个是精彩的 那个很精彩 那这样就很好玩了 而且不是说你好不好玩 它旧世界 要命吧 是啊是啊 是一种自由 另一种自由 对对对 担心会突然不火 不担心 不担心 你觉得会持续多久 好 我是一直悲观的 嗯 就是我 我从来也没抱什么希望 嗯 我以前做音乐的时候也没想过 说 我当时就自己跟自己说就是 哎有可能有些人一辈子出不了唱片的 搞不好我就是 但是就是这样 无所谓 对 对 对 我不要往下再走 走走 就当时在画画的时候 我画了很多画在工艺美术 那是想去做画家吗 肯定有想 对啊 那时候想当画家都是知道的 画家肯定是像房高啊高跟那样的 对对对 肯定没希望没戏的 对 冲锅了到一辈子 对对肯定是这样做好这种准备 嗯 好